一整片的櫻花束 每当二三月是杨明山的櫻花盛产季 现在来杨明山不止赏音之外 我们还要告诉你一个新兴景点 红砖矮房建筑 这里是杨明山过去的旧美军宿舍区 现在这边有一栋两栋都是在卖甜点的 未来还要变成六栋的甜点部落 水果 巧克力 泡芙 五彩缤纷的大杯子蛋糕 摆在玻璃柜足足有十多款 五大半草莓围成圈沾果胶保鲜 加上鲜奶油光用看了就好疗愈 另一头铺满满蓝莓也是用料超澎湃 难怪假日一天能卖破四百颗 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文化大学毕业 其实像我们之前在学的时候 每次骑过这条路就是 不会特别看这边一眼 那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来 他们说哇 这里怎么会有多一个 甜点村在这边 内部装潢也很复古 老火炉还堪用 留声机 转盘电话 还有精神无广告出现的打字机 美军宿舍大改造 变美食店 不止一家 蘑菇起司咸派 热腾腾出炉 配上一杯现冲咖啡 打奶泡拉花变拿铁 咸派餐也能吃得饱 但让这一群美眉疯狂的是这个 我刚刚看到前面那甜点柜的就超心动的 六种口味拼成一大盘 鲜甜樱桃莓果 还有凤梨酥变形款土凤梨派 多达20款热门的柠檬派 一天就能卖出80个 然后有肉桂 就是吃起来很中和 然后不会太甜 我很喜欢 芹丝派 外面的就比较甜 只是这里不会太甜 除了大学生 连小朋友也疯狂 不只吃还能DIY自己来 面粉 奶油 糖 炸蛋 简单原料 穿上小小厨时装 享受亲子时光 来杨明山不只能采纯白海域 赏银享受日式氛围 现在连吃甜点也变成最新玩法 东森 陈雄文 欢迎全程文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